新山慈祭社交开办了我会做书课程 通过制作绘本 让孩子们表达内心世界 老师也将绘本和社会事件结合 加上现场让小朋友们吃正在常用的香肌面 以启发孩子们的爱心和同理心 应该要让小朋友至少能够关心一下身边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这边很幸福很幸福 其实另外一个国家的因为饥饿而死掉 这就是为什么想要突然间想要带 就是很希望小朋友在这个年纪也能够去关心一下 这世界另外一端发生了什么事情 透过投影机 孩子们在台下听老师导读 我吃拉面的绘本 了解当自己享受幸福的时候 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可能正上演饥荒和天灾人祸 老师们也播放了四川地震的影片 加强孩子对人生无常的印象 他饿了倒下来了我晕倒了 幸福的小朋友平日受到爸爸妈妈的呵护 面对清淡的香肌面 有的还是难以下咽 他讲不好吃啊你不要吃哦 哎呀我都这样了 这样没有一口 在听说香肌面的赈灾用途和意义之后 更多小朋友 吃一口气把它吃完 好厉害 好 非常好 不要因为只有这一个果冻这一口水 然后我们才做这个动作 希望这个动作呢 是延续在你一天 你的生活 孩子们也发心力愿要知福 习福再造福 领养了竹筒 让捐钱成为生活中的一个习惯 短短的绘本和一小碗的香肌面 也许改变不了些什么 却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善的种子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山报道